各位安道健康家园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到了空中教室的时间,利用这一段时间给大家介绍 人体为什么要维护血糖的平衡,它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然后它如何来维护人体的血糖的平衡。 如果是人体的血糖的平衡失去平衡的话, 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危害, 或者甚至于造成什么样的疾病,如何预防它。 所以今天从这个层面上来了解, 那么因为在血糖或者糖尿病或者是防治方面的讲座,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是更加从这个, 就是一个基础的这种一种很广泛的, 就是广谱的意义上,就更加接地气的这个层次来讲。 那么就是说血糖,我们先要了解血糖是什么, 然后血糖的平衡是什么。 那么血糖说穿了呢,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人体的这个血液当中, 所流畅的含有一定浓度的这种葡萄糖, 那么它要达到一定的浓度。 这一个在血里面流动的这个葡萄糖呢, 它是提供人体各个重要器官, 人体最基本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也是一个主要的能量的一个来源。 所以这个糖哈, 这个葡萄糖最, 它能够利用的是葡萄糖, 就最单体的一个结构是葡萄糖。 那么这一个糖的浓度呢, 它在人体的这个血液当中流畅的时候, 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平衡。 那么它是一个生命活动当中哈, 这个人体一个重要功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营养成分。 那么它这个也是保证身体一个内环境稳定的一个前提和重要条件。 它呢, 是在正常情况下呢, 这一个血糖的平衡呢, 是应该达到是每升哈, 就是一个liter, 它是达到这个4到6.1个毫莫尔浓度。 所以平常监测血糖的时候呢, 它直接就报比方说6或者5或者5点多, 或者是7或者8。 那么如果这个这个之间波动呢, 是属于正常范围, 就4到6.1。 但是如果是超过比方说7啊, 或者是超过9的话, 那就表示你的血糖高了, 就高血糖了。 如果低于4的话, 那就叫低血糖。 所以无论是这个血糖的浓度再高或者是低呢, 它都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么这一个平衡的调节, 也就是血糖哈, 在人体血液当中所维持的这样一个浓度, 它的这个平衡的调节呢, 是通过身体的一个是激素调节和这个神经调节。 那么激素调节呢, 实际上也就是通过这个它的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胰岛素。 那么这个胰岛素这个图示呢, 可以看得见的就是, 当人体吃进这个食物的时候呢, 就是吃的比方说这个糖类的, 比方说碳水类化合物, 或者是蛋白质, 或者就是肉类, 或者是这个脂肪类的。 那么它都最终转换成能量的功能的形式呢, 最后它分解都是成这个葡萄糖。 那么这个葡萄糖呢, 它是最主要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功能的一个, 对身体功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 那么当吸收入血, 这个葡萄糖就是吸收入血了以后呢, 那么血液浓度就顺速的增高。 增高了以后呢, 它通过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血糖呢, 刺激血管壁哈, 它就能够运送到, 就是说把这个信号呢, 就发送到这个下丘脑, 就下丘脑, 然后呢, 发送下丘脑以后呢, 下丘脑就会发出来一个这个信号, 然后呢, 使胰岛的β细胞呢, 分泌胰岛素。 这个胰岛哈, 胰岛是在胰线里面哈, 那么胰线里面的β细胞呢, 它就分泌一些这个胰岛素, 胰岛素呢, 就是这个发出来这个, 就是它使这个血糖呢, 就是能够顺速的呢, 让它重新能够进行这个, 比方说转运到细胞内, 肝脏内, 或者是肌肉内, 或者是呢, 分解和分解代谢掉哈, 那么这样的话, 就使血糖呢, 降下来, 保持这个正常的血糖水平。 那么当这个血糖饥饿的时候就说, 比方说这个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 然后呢, 这个血糖浓度就开始下来了, 低于这个, 低于4.0了, 那么呢, 人体就会感觉到饥饿, 那么饥饿的时候呢, 那么它又会就是通过胰岛的α细胞哈, α细胞, 然后呢, 反馈到哈, 反馈到这个, 这个就是虾丘脑, 然后使虾丘脑呢, 就是它就这个分泌这个宜高血糖素, 通过宜高血糖素呢, 它就会使这个就是肌肉, 储存在肌肉和这个肝细胞内的这个糖源呢, 释放出来, 所以呢, 使血糖呢, 使血液当中糖的这个浓度呢, 又提升一些, 所以这个人体通过这样一个调节机制呢, 使这个血糖呢, 的浓度呢, 维持在一定的这个平衡的水平, 因为这个血糖呢, 说穿了呢, 它对人体哈, 它是人体重要生命活动的一个功能的, 最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 但是呢, 过多了也不行, 过低了也不行, 当血糖太过低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低血糖性, 这个晕厥, 低血糖性休克, 对吧, 听说过吧, 所以呢, 当血糖低的时候, 那个以前这个在饥饿, 就是经常在那个粮食短缺, 然后这个饥饿的状态下的话, 它会突然这个血糖的下降, 引起这个晕厥, 就是这个眼前一黑, 就会晕厥, 那么马上就补充这个树叶, 补充葡萄糖, 马上就能血糖回升, 马上就会转好, 当强烈运动的时候呢, 因为消耗大量的这个血糖, 因为血糖化顺速的就是分解成这个, 这儿有一个简单的图示, 就分解成这个氧化分解, 分解成这个二氧化碳和水, 然后释放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个血糖呢, 顺速分解以后呢, 运动的时候使血糖浓入下降, 所以为什么运动员他都随时都要喝这个, 就是补充这个, 他的是运动饮料, 这个运动饮料里面除了补充水, 血糖以外, 除了补充糖类的成分以外, 他还补充一种水电解质, 所以呢, 他能够达到就是说是, 你不要达到脱水, 以防他这个脱水, 而且防止他这个血糖的下降, 那么当这个血糖如果高, 就是血糖你吃的太多, 比方说就是目前生活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呢, 就是吃的过多, 而且呢, 有些时候他觉得他吃的不多, 但是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吃的食物当中, 很多东西呢, 它是这种半成品状态, 或者是比方说这种加工的这种食品, 还有就是这种油炸的食品, 它的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很高的这种食品的话, 那么它就会造成血糖的这个顺速的升高, 顺速的升高呢, 它会, 它就会使这个, 这个胰岛素呢, 马上是大量的分泌, 刚开始呢, 它人体是可以调节, 看这个曲线哈, 就是刚开始呢, 这个, 你看这个高的这个哈, 就是, 我稍微打算一下, 您的那个PPT没有在换, 就是它还是一个封面的状态, 哦, 那我, 那我是换了的, 那可能, 那可能是没动啊, 那你要不然重新再给我送一下这个信号, 嗯, 好的, 那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重新连一下王博士那边, 能看见吗? 哦, 现在可以了, 继续吧, 哦, 刚才我不知道那个, 好的, 那我再把这几个片子再看一下, 哈, 啊, 这个是血糖平衡的重要意义哈, 那么这个图呢, 为什么一个一边是画的一个bagel, 一个是这个苹果, 实际上是表示它两个这个升糖指数和它能提供的这个糖的, 就是吃, 吃, 吃入之后对人体所产生的血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哈, 嗯, 那么这个人体的这个血糖的这个平衡哈, 它是正常情况在4.0到6.1个毫米尔哈, 每升毫米尔, 这个是它正常的, 然后呢, 这个是它这个人体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个血糖的一个平衡, 是由于它通过一种激素的调节, 就是一个是胰岛素, 还有就是胰岛素是通过胰岛的β细胞分泌而调节的, 而这个胰岛的β细胞呢, 它是当这个, 就是血糖浓度升高的时候呢, 刺激就是信号反射到这个下丘脑, 然后从下丘脑呢, 再发信号反馈到这个胰岛, 胰岛的胰岛β细胞, 然后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呢, 就顺速促进这个糖内脂肪三大物质的这种合成代谢哈, 然后呢, 使糖呢, 就是进行这种糖原的储存, 或者是进行它的合成分解, 所以使血糖浓度下来, 那么还有一个调节呢, 是通过这个神经的调节哈, 这个图示呢, 是表示神经的调节, 那么这个比较简单, 你看这个是当这个血糖升高的时候呢, 这个刺激这个下丘脑, 然后呢, 通过胰岛β细胞, 胰岛素分泌, 但是当血糖饥饿的时候, 血糖下来的时候, 又通过胰岛的α细胞呢, 刺激这个分泌这个胰岛血糖素, 胰岛血糖素哈, 同时呢, 它还有一些这个, 虾丘呢, 还分泌这个比方, 肾上腺素的分泌呢, 它也使这个肌肉的动员, 然后使这个肝脏, 这个糖源的分解, 使这个血糖顺序升高, 所以呢, 它这个身体的这个对血糖的调控呢, 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完善的一个机制来调节它的, 那么当某种情况下, 这一个平衡哈, 就是这个打破了这个身体的这个调节的这个状态, 那么要不然就是使血糖下降, 就是血糖很低, 就造成低血糖性休克, 或者是晕厥等等哈, 那么要不然就是血糖过高, 就超过了比方6.1的情况下呢, 那么它就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这一个图示呢, 就是说哈, 这个比较简单的看看, 人体的这个糖类呢, 是从食物当中所摄取的,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糖类, 这个就是比方说面食类的, 或者是大米类的哈, 这个是直接的, 就是分泌成这个碳水类化后, 它就是直接分泌, 就是最后就是那个分解成这个葡萄糖, 那么像这个肉类, 或者是脂肪类的话, 它也可以转换, 因为三大营养物质是互相在体内可以转换的, 它最终也转换成这个糖类, 所以呢, 它这个吸收消化进入所谓血糖呢, 就这个单位呢, 是以一生, 是以克来表示的, 实际上跟那个豪默是一致的哈, 那么呢, 如果进行氧化分解呢, 就变成二氧化糖和水, 那么很能量, 合成呢, 就不是, 合成呢, 也就是说血液当中的血糖, 让它顺速在胰岛树作用下合成成肝糖原和鸡糖原呢, 这个是它的储存形式, 也就是说呢, 它就进到肝的细胞内和肌肉的细胞内, 而不在血液当中流动了, 就藏在这个细胞内了, 作为储存的形式, 那么血糖呢就下来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呢, 它可以转换成其他的, 比方说太多了, 它可以转换成脂肪, 这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说, 像最近可以看见的一般那个腹部比较, 就是肚子比较大的这种人的话, 他一般血糖都高, 原因是你看他肚子都大了的话, 就说明他肚子上的板油已经很多了, 这个板油就是脂肪, 对吧, 他之所以这个脂肪都开始储存了, 那就说明他的血糖已经很高了, 已经就是说代谢不掉了, 就转换成脂肪储存, 那他的血糖一般来说都是偏高的, 就是多半都是糖尿病, 所以现在为什么糖尿病这么多, 糖尿病就是现在一个是这个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 这个所造成的这种现代病, 所以说就造成了这种就是, 这种大肚子和这种糖尿病, 然后这个脂肪肝, 然后这个血管硬化, 一系列的毛病就出来了。 好, 我们讲了这个血糖的在人体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它是如何进行调节的, 那么这个影响血糖平衡的因素呢, 其实有很多了, 因为刚才根据那个调节的机制呢, 那么比方说这个人呢, 他的饮食和运动,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为什么目前现代的这个现代社会这个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糖尿病, 这么多的这个脂肪肝, 这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异常, 就是那么就是由于一个是饮食, 太多好吃的了, 而且呢, 就是就是不知道该吃什么, 然后呢, 就吃那个越贵的, 做的口味越好的, 就是口味越好的东西呢, 多半就是含糖量很高的这些的食物, 所以呢, 由于不了解这些知识呢, 所以就是摄入的糖内呢, 太多, 另外一个呢, 又缺乏运动, 现在呢, 基本上呢, 都是开车, 都是就是都不出门, 然后呢, 一坐坐一天, 然后呢, 非常缺乏运动, 连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所以说呢, 吃的又, 吃的呢, 就算是你没有啥变化, 你运动减少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血糖的话, 由于肌肉不运动, 那么它就不会促进这个该进行到这个合成分解, 它就不会进行这个糖的代谢, 所以呢, 这个糖就转换成脂肪储存起来, 而且尤其它愿意储存在这个腹部的, 就是小肚子上的, 为什么肚子上的这个脂肪不容易下去, 减肥的时候, 肚子上那个板油就很难减下去, 它首先就储存在那, 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呢, 对于这种血糖高的糖尿病人, 实际上控制饮食, 很多人基本上控制饮食保持运动, 就能够纠正自己的这个血糖的水平, 它也是治疗糖尿病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糖尿病人除了就是说很严重的, 除了给药, 胰岛素, 它的这个饮食的部分, 是一定要计算它每天的这个热卡的摄入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胰腺, 因为胰岛的那个胰岛素, 是调节血糖的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么胰腺的这个, 这个本身那个器官的这个, 比方说有些人它有胰腺炎, 而导致胰岛的功能的这个衰退, 或者是它那个细胞的这个, 因为就不反应了, 就叫胰岛素的抵抗, 就是说你怎么样的这个刺激, 正常环境下的刺激因素, 它都β细胞或者α细胞都进行抵抗, 也就是说它耐受, 它不反应了, 因为你比方说过高的这个血糖的刺激, 引起这个胰岛素的无限分泌, 所以它也会不敏感, 所以说呢, 它这一个呢, 就也是一个影响的血糖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喜欢乱吃药, 就是药物使用不当, 就是药物的副作用, 引起的一些血糖的这个不稳定和波动哈, 那么还有很多就是应急的情况下呢, 所谓应急的情况下, 就是人在极端紧张的情况下呢, 它也可以导致血糖升高, 原因是因为应急的话, 身体的重要器官, 比方说脑子和这个心血管方面, 一定要保持非常活跃的状态, 它就一定需要功能的, 那么一定需要功能, 它就一定需要这个血糖, 所以血糖这个时候是升高的,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 是睡眠不好啊, 情绪变化呀, 那么这一些呢, 它都会引起人体内的一些激素的变化, 所以它会影响血糖的这个变化, 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 比方说受到外伤啊, 手术啊, 感染发热啊, 这些因素, 那么还有就是工作环境啊, 生活环境的变化, 它这通过这个就是身体机能的这种短暂的这种不良的反应, 而造成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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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类分泌的影响的改善, 这个这个刺激和改变啊, 另外呢, 就是还有就是自身的比方说饮水不足, 喝水不够啊, 那么而且呢, 长期便秘的人呢, 这些人呢, 他容易导致这个就是代谢的紊乱, 而由于代谢的紊乱的话, 就引起血液循环的不畅通不利哈, 所以引起血糖的异常, 那么由于这个血糖的平衡哈, 关乎这个人体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呢, 这些影响因素的话, 它都可以导致这个血糖的这个失衡, 那么最大的血糖失衡哈, 实际上目前最严重的呢, 也就是糖尿病, 而且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哈, 居高不下, 而且呢, 糖尿病能够引起的并发症, 目前呢, 比方说它引起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并发症的话, 也是一个第一位的致死的原因哈, 所以你看糖尿病的这个典型的糖尿病表现是三多哈, 一少, 就是比方说它是这个多饮多尿哈, 多食, 而体重呢, 呃, 又又比较, 这个体重呢, 比较典型的是体重减轻, 但是目前很多人他体重还不减轻, 就不典型的哈, 另外呢, 由于血糖过高呢, 引起的长期呢, 这个伤口不容易愈合, 容易感染, 而且呢, 引起势力的减退哈, 引起下肢的麻木哈, 等等皮肤的搔痒,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由于血糖升高呢哈, 所以引起了糖尿病, 其实糖尿病还有更严重的, 就糖尿病的并发症, 更为严重的一些危害呢, 在这里呢, 就其实大家都知道, 比方说糖尿病哈, 它引起的这个, 啊, 这个失明, 就是, 呃, 视力的这个模糊刚开始哈, 是由于呢, 这个长期的高血糖, 这个血糖呢, 它就使这个蛋白质呢, 这个糖化, 就糖激化, 然后呢, 呃, 比方说在眼睛后面这个, 透明的本来是金状体哈, 金状体它像, 就是它是透明的, 透光的哈, 那么就变得混浊, 不透明了, 这样的话就刚开始呢, 就是引起视力模糊, 慢慢的呢, 再加上小, 眼底的小血管发生这个, 增, 增质硬化, 然后破裂, 它就可以引起糖尿病性的, 视网膜的病变哈, 所以呢, 它视网膜甚至可以脱离, 然后引起失明, 所以呢, 这个是很严重的, 很多糖尿病, 老的这个病号的话, 它很多引起这个, 这个失明, 就是视力非常糟糕, 还有一个严重的, 就是一个并发症, 就是肾衰竭, 那么肾衰竭呢, 它也是导致这个, 就是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的, 第一位的一个原因哈, 它这个, 因为糖尿病哈, 它的血糖呢, 对于这个小血管的这个破坏哈, 是逐渐逐渐的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眼底啊, 肾脏的小血管呢, 就肾小管啊, 这些的, 它逐渐逐渐, 就越来越破坏了以后呢, 引起这些地方的阻塞, 所以慢慢的这个, 肾脏的这个过滤功能呢, 就减弱, 然后就导致这个蛋白尿啊, 全身水肿啊, 甚至于尿毒症啊, 慢性肾炎啊, 还有糖尿病性的肾病哈, 这个呢, 都是糖尿病, 引起并发症一个, 非常常见的一些肾上的毛病,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的一个严重的危害, 就是节肢, 节肢对在糖尿病来说, 也比较普遍, 已经占到创伤性节肢的这个, 它已经占到60%的一个原因了, 原因为什么要节肢呢, 这个也是由于这个血糖呢, 对这个血管毛, 这个血管啊, 毛细血管小血管的这个, 这个刺激和破坏啊, 当累积到这个腿部啊, 足部的时候呢, 那么它影响它的供血, 所以呢, 它逐渐逐渐的局部皮肤叫溃烂, 知觉丧失, 然后呢, 它就因为溃烂之后呢, 就局部的这个皮肤就变黑坏死, 它就不得不节肢, 由于那个地方没有血供了, 没有营养了, 所以那个地方的细胞神经啊, 都变坏了, 所以必须要节肢, 否则的话, 它这个感染也控制不住, 那么节肢刚开始是切这个小指头, 后来呢, 就切这个脚, 然后就小腿, 逐渐逐渐往上啊, 很惨的, 那么还有这个严重的呢, 就是脑血管病变, 那么糖尿病啊, 它是引起中风的这个, 引起中风的一个危险人群啊, 它是普通人群的两到三倍, 两到四倍, 它由于这个脑血管, 也是由于小血管脑血管的硬化啊, 阻塞, 然后呢, 可以引起这个高血压, 高血脂等等, 那么这个脑血管呢, 可以引起这个脑, 脑处中啊, 就是脑中风, 也就是, 或者是血管的这个脆性增高, 引起这个脑医学啊, 所以这些问题的发生, 它都是一些致命的一些, 要命的一些因素, 还有呢, 关心病啊, 也是一个要命的, 大概把80%的糖尿病患者, 都会死于这个关心病, 原因就是因为心脏嘛, 那影响了心脏, 支配心脏的小血管, 是冠状血管, 因为冠状血管受损, 然后阻塞了以后呢, 那么心肌就无法供血, 心肌无法供血的话, 那心脏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功能的跳动, 那么心脏都不跳了, 那当然就没命了, 对吧, 同时它也可以引起这个就是, 心梗, 心理失常啊, 心脏骤停等等, 所以呢, 这个保证这个身体内这个血糖的这个平衡, 对人体来说, 对维护人体的健康来说, 其实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呢, 目前呢, 有很多这个误解, 就是说, 很多人有误解呢, 误解在哪呢呢, 就是很多人认为呢, 糖尿病呢, 就是血糖增高, 糖尿病呢, 它不是一个严重的疾病, 这是很多人的误解, 他们认为呢, 就是糖, 血糖高一点吧, 吃点, 吃点降糖药, 控制住就行了呗, 是吧, 所以说呢, 他那个, 但是呢, 他不知道是糖尿病目前导致的死亡率, 目前远远超过这个乳腺癌, 甚至于还超过艾滋病, 因为糖尿病患者, 他长期的糖尿病患者, 即便是他能够用这个降糖药, 或者甚至胰岛素, 控制的还可以, 但是呢, 他的这个血糖的波动, 还是超过了这个正常人, 所以呢, 他患心脏病的风险, 比正常人高说好几倍, 而且他的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呢, 也是在悄然的产生的, 就是悄然的出现的, 也就是说, 10年20年的这个糖尿病人的话, 他即便控制的很好, 他的并发症也是有的, 第二个误解呢, 就是认为呢, 这个操纵和肥胖呢, 的人呢, 他不一定得二型糖尿病, 就是说, 哦, 这个人重一点, 或者肥胖一点, 不一定就是糖尿病, 是, 不是不一定, 不过呢, 如果是这个人肥胖, 或者是操纵的话, 他是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当然其他的引起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呢, 有这个家族史, 就是遗传史, 或者是这个, 有这个生活和饮食运动这方面的这个影响, 受到这些影响, 但是呢, 肥胖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 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哈, 还有一个误解呢, 就是, 认为呢, 这个糖吃的太多呢, 就会导致糖尿病, 这个倒不一定, 有些人呢, 吃很甜的东西, 他不会得糖尿病, 有些人呢, 不太吃, 就吃得比较少, 他也得糖尿病, 他这个因为跟人的这个代谢的这个, 就新人代谢的这个高低, 每个人有差异, 这个是有一个关系, 二一个呢, 就是说, 他一个还有这个遗传因素的这个影响, 但是还有一些人呢, 他认为他没怎么吃东西, 但是呢, 这个人呢, 他喝很多的这个饮料, 比方说他喝这个汽水啊, 碳酸类饮料啊, 果汁啊, 这些东西哈, 那么这些东西里面的含糖, 还有功能性饮料啊, 运动性饮料, 含糖的这个茶饮, 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乳制品啊, 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 这种饮料类的东西, 包括什么可乐呀, 这些东西哈, 他的这个含糖的含量是很高的, 打比方说哈, 一瓶汽水哈, 比方350毫升的一瓶汽水哈, 大约都含40克的糖, 40克要撑的话撑出来一大勺的, 这相当于40克的糖, 相当于10个方块的这个方糖, 10块的方糖的这样, 这样一个热量, 还有一些混合饮料哈, 那么这些, 这些糖的含量都非常高, 有些人说我喝, 他喝的这个, 他喝的这个就是饮料, 比方说可乐啊, 或者是那个带, 他是喝dite的, 就是那种无糖的饮料, 就是没有糖的, 糖代品的, 实际上要是喝这种糖代品的这种饮料的话, 其实更糟糕, 他虽然不直接升高你的血糖, 但是这个糖代品哈, 他是一种化学的一种物质, 这个化学的物质哈, 他更加刺激破坏你的小血管, 就他对血管的危坏是很大的, 所以千万不要吃这种所谓dite的这种东西, 这种dite, 宁愿你吃带糖的东西都好一些, 说实话, 就是带糖的东西, 你就是控制量就好了, 所以说那种dite的那种糖代品, 什么sweetor啊, 这些都不要吃, 嗯, 还有呢, 就是有些糖尿病认为哈, 就他认为呢, 就是要吃很少的, 含很少含淀粉类的, 吃很少含淀粉类的食物就好了, 而实际上淀粉类的食物, 确实是就是一个糖类的主要来源, 但是呢, 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呢, 就是要控制他的热卡, 要有个计算的方式, 你比方说可以吃全麦面包啊, 穀物啊, 面粉和这个米饭的话, 都吃的很少, 像糖尿病人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他那个营养师给他配餐啊, 计算的就很精准, 那么比方说就给每顿饭, 大概就是可能一两个米饭都没有哈, 所以糖尿病人是很饿的, 他不够啊, 那个量就很少的哈, 比方说他有一小块肉, 多少菜, 他倒计算的好好的, 比方说他的这个牛奶哈, 他的热卡等于多少, 他整个这个饮食必须要配合, 如果说不配合的话, 那他的治疗就是说不能取到相应的好的一个方式, 好的结果哈, 另外还有一个误解, 就是认为糖尿病人呢, 他不能吃糖果和巧克力, 其实糖果和巧克力他也是可以吃的, 只不过呢, 要计算在热卡内, 就是说只要他的一天的总热卡哈, 不超过就是这个一定的这个热卡的话就OK, 还有一个误解呢, 认为糖尿病人呢, 糖尿病会传染, 实际上呢, 是现在很多这个现代病呢, 都, 都甚至就是成了所谓的传染病, 实际上也不叫传染病, 就是说发病率太多了, 好像比方说这一家人都肥胖, 这一家人都有糖尿病, 他是因为这一家人他吃的这个饮食哈, 他都比较一致, 都是都是有这个一样的一个习惯, 所以他为什么他一家人都有这个, 就看上去有点像传染病, 实际上不是哈, 他实际上是不传染, 这个是跟这个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的, 另外一个误解呢, 就是说水果呢, 是健康的食品, 但是呢, 就是说糖尿病人呢, 就是说, 可以, 就是说糖尿病人呢, 其实也要, 好像可以无限制的吃哈, 就是实际上也要控制, 也要控制他, 就是主要是要计算他的热卡, 也不是说糖尿病人就绝对不能吃, 比方说西瓜呀, 特别甜的等等一些东西, 一些水果, 但是主要是把这个东西全部要计算在一天的这个摄入的热卡来计算, 所以他是也是可以吃的哈, 好的, 大概这些就是误解呢, 大概是这些哈, 但是呢, 因为这个所以控制血糖哈, 预防哈, 糖尿病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 那么如何维持这个血糖, 如何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哈, 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 一个, 一个需要大家了解的一些内容, 那么刚才讲了, 比方说规律的生活哈, 适当的运动, 合理的饮食哈, 那其实这是三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能把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搞规律了哈, 适当的, 比方说运动, 保持适当的运动, 因为就增加这个糖的这个在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循环, 另外一个运动的时候, 他需要这个需要这个能量, 那么他就会身体会发出信号, 使这个糖进行分解, 所以呢, 这个血糖就会下来, 那么合理的饮食, 当然就更为重要了哈, 那么合理的饮食的话哈, 那么在这里呢, 简单说一下, 就是合理的饮食呢, 因为它, 其实食物呢, 是分这个, 一个是低升糖指数哈, 的这个食物, 还有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这个呢, 你们可以回去查一下, 你比方说, 当然像, 像那个白糖啊, 这些肯定是高升糖的, 还有这个大米啊, 白金面啊, 这个金粉啊, 这些, 它这个吃下去以后就是, 哗, 在大概半个小时, 你看这个每小时时间的这个升糖哈, 它半个小时内, 这个血糖就顺速的就是, 一个峰值就冲上去了哈, 而这个低升糖, 低血糖生成指数的这种食物的话, 它这个曲线就比较平缓,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血糖哈, 当血糖哗一下身高哈, 实际上血糖, 糖哈, 是在血管当中流动的, 它就会刺激这个血管壁哈, 影响血管壁的细胞, 所以它这种不停的刺激哈, 就是那些糖尿病人的这种波动哈, 这种血糖的波动, 不停的刺激, 就是导致血管壁, 壁内的那个细胞的病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这个简单可以看一下这些食物的哈, 这些比方说, 主要是要看它那个, 一个是它的热卡哈, 当然要尽量吃这种产生低热卡的, 而且低血糖生成指数的这样一些食物, 就比较比较健康的食物哈, 尤其是岁数比较大了, 你比方说看这些油炸的这些土豆片啊, 这些你看, 100克的话都是600多个热卡哈, 然后这种, 这个其实纳磁也是热卡是很高的, 你看方便面哈, 一包方便面哈, 热卡恨不得到500热卡, 而且里面有几十种的这种化学添加剂, 那么它热卡又高, 而且呢它又没有真正的营养素, 就是身体需要的营养素又没有, 那么它的这几十种的这种化学添加剂的话, 要通过肝脏的这种排毒的话, 要排一个40天左右才能排出去, 所以这种方便面的话最好要少吃, 偶尔吃一下就是换换口味可以, 但是呢就是确实不能当做日常的这种食品来吃, 很多人他是当日常食品, 看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剧上那些年轻人, 早餐也是方便面, 中餐晚餐, 有动不动就是方便面, 所以说这个是相当的这个影响身体健康的, 那这油饼哈这些, 你看油条啊这些都是非常不健康的, 那么比方说应该吃什么健康, 你说哎呀, 这说来说去什么都不能吃, 其实你比方吃点这种古类的话, 这种粗粮类的话, 这种还有就是那个生肠指数低的, 比方说全麦面包啊, 但是呢量也不要太多, 所以呢尽量的要吃什么, 尽量就是多吃这个蔬菜水果哈, 肉类也少一点, 少一点哈, 这样的话这个蔬菜水果, 因为水果里面也提供很多热卡, 蔬菜提供很多纤维素, 帮助这个肠道的蠕动, 帮助排便, 然后呢提供这个很多的身体有益的这种维生素哈, 矿物质等等, 所以多吃蔬菜水果少吃, 米饭和面粉的话少吃一点, 然后肉类少吃一点哈, 然后那就那就比较, 即便是你血糖现在有点高, 但是还不到糖尿病的水平, 其实通过食物调节它就能够调过来, 关键是这个需要一个毅力哈, 需要了解这些健康知识, 那么实在是生活太紧张了, 没有时间哈, 做到这个调节自己的饮食, 控制自己的饮食, 或者进行运动, 那么就要用, 就要帮助哈, 就要使用一些这个健康的天然的保健产品哈, 比方说美国安道的这个保健产品呢, 来帮助控制, 帮助调节, 那么是可以的, 那么在美国安道产品里面呢, 这个红色标志的呢, 就是第一推荐的哈, 比方说超级降糖磷, 还有这个排毒肝胆禽, 还有这个消化酵素, 那么这个紫色的呢, 是第二推荐的, 当糖尿病人已经有并发症的时候, 比方说已经有血管阻塞了, 眼底已经, 视力已经模糊, 或者有点就是把内脏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末端有这个已经有感染了哈, 皮肤已经有这种, 就是这种感觉已经很有障碍的情况下呢, 那就要用血管通哈, 加鱼籽油哈, 可能的话加这个朴松精华, 那么这个是图示哈, 因为美国安道的这个产品的话, 它是这个基本上是纯天然的哈, 另外就是植物草本配方的, 还有呢就是他比方说, 一个是调控哈, 调控帮助调控这个血糖哈, 另外一个呢是促进肝脏的代谢, 就这个排毒肝胆性啊, 它促进肝脏, 这个帮助这个糖的这个转换, 帮助糖的这个代谢哈, 那么这个消化酵素呢, 也是通过这个就是, 帮助胃肠道系统哈, 来帮助它的这个调节, 那么如果有并发症的情况下, 因为糖尿病的主要重要的并发症, 就是引起小血管, 毛细血管的损算, 损坏, 那么要用血管通哈, 和这个普松精华抗氧化, 来进行帮助它的这个恢复, 那么今天的这个主要的重要的呢, 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 一个是人体血糖哈, 它的这个存在的重要的意义, 它为什么要达到一定的平衡哈, 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平衡, 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调节的, 然后如果这个机制哈, 这个平衡被打破, 而造成这个血糖增高, 或者是糖异常的话, 那么, 那么就造成啊, 这个糖尿病哈, 可以引起的这种对身体, 严重的危害哈, 然后这个糖尿病所造成的这个严重, 对人体的严重的危害, 然后通过自身的这个调节哈, 比方说, 然后如何进行这个调节, 同时呢, 如何哈, 通过这个, 这种纯天然的高品质的哈, 美国安道的这个保健品, 进行来调节, 那么几个产品的这个推荐, 那么今天呢, 大概就给这样一个概念和印象, 下面还有一点时间的话, 看看可以回答几个问题哈, 好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打字在这里, 没有声音啊,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在那个留言板上, 对我们的欧阳博士提问, 这有个人写没有声音, 是不是他们听不见呀, 那, 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没有, 哦哦, OK, OK, 那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观看 好的 可能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王博士给我们的演讲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王博士的一些推荐 来更好的运用我们的安道产品 那我们下周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洛杉矶的Herber老师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参加过我们的澳门精英庆典以后的一些心得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